健康宜居好城市 友善乐临爱南投 南投县推展高龄友善社区 活药老化 在普立镇五十甲社区 举办成果发表会 邀请县内五大社区一同参与 透过互相交流 展现高龄友善社区推广成果 增进民众对敬老、清老 以及活药老化的认识 健康宜居好城市 友善乐临爱南投 南投县社区营造成果有目共睹 针对高龄友善社区的推动 更是不遗余力 希望营造更舒适的环境 推动活药老化政策 因此今年度结合了县内五大社区 推动高龄友善社区概念 希望之后可以推广到 县内其他社区之中 今天在五十甲社区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五大社区 他们去经过社区营发组 我们这些高龄者的共同 来临际出来的一些的社区的特性 还有他们的需求等等 来这边来进行一个发表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五十五个社区里面 透过今天的发表会 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经验 在明年度能够扩展到其他的社区 让我们的县内的营发组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的服务 能够让我们这些营发者生活得更快乐更健康 在县府卫生局的支持下 我们的书室还有智慧型的平板电脑的操作 甚至于创意热火的活动 还有绘画的教报防治的计划 让那个长辈他们感觉到他们学到是不一样的那个课程 而且他们也乐意配合 所以看到社区的长辈 非常的勇业 非常的积极的参入 我想这个就是社区营造最成功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看到长辈他快乐的学习 而且愿意走出家门 我想这个在健康医疗方面 就可以节省了很多开支 让家人也可以得到一个反冲 一个休息的机会 人口老化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 面对高龄社区如何打造宜居的高龄友善环境 是县府也是各社区急需面对的问题 县府结合县内社区 示范高龄友善健康社区 期盼借由社区间的互动 了解长者的需求 从活跃老化 在地老化 以及健康老化着手 让南投县的长者生活 更加的幸福快乐